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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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又升级了 这个水晶吊灯 你们拆了以后放哪儿 谁的家 洪老师家里 还挺准备的这个 你是爱吃辣是吗 对 我们爱吃辣椒的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行 这12期节目我得全部 没收了 辣 油 鲜 你都可以沾 都不可以沾 请进 哈喽 谭冰姐姐在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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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抱一下吗 你 你不是从机场 告诉我吗 你还记得我 对啊 我记得你啊 你不是一直帮我淋箱子吗 对 她们都恨死我了 她们都黑我 她们都黑你 你长得这么帅 她们都黑你 我走的时候 我一直送姐姐 拿那个辣椒虾 因为姐姐刚进机场之后 大家都关乎姐姐 对对对 姐姐准备就把箱子抵了 然后我就把箱子拽过来了 她们就说我是打箱子表 打箱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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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ter 快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老体好漂亮25年 快过去 可她自己手带了 真的啊 你看我们 就是帅哥啊 美妮 清华大学了 我们在长城第一次见 对 我想起来了 沙音 沙音和长城顶家 回来那个冰果 在那大厅 我想起来了 你是什么专业来的 法术 法律 法律啊 太棒了 以后我们要有什么这个 法律方便 姐姐不会有法律的事 好啊 非常好 非常顺利 很好的 谢谢 姐姐你知道 我本歌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怪不知道的 你幸亏没有播音主持 张大大要不紧张呢 大家一起 你就是哥 我虽然自己也是高学历 但没有到北的 姐姐带这个 我以为是儿反 但是我听姐姐说 带儿反会忘歌词 对 但是姐姐也忘歌词 我经常一带着儿反就忘词 特别奇怪 所以你看我以前从来不带儿反 所以你不是自己定制儿反 对不对 我从来没带过 不带 这个不带 包括我的演唱会都没带过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试着带一个 反正就是那个儿反是需要的 太舒服 但一般人是不带儿反 没法唱歌 你是不带儿反 轻松假的 你看我以前春晚 从来都不带儿反 好多人是 你春晚都不带儿反 这么多年都没带 对 姐姐 你没上过春晚 不知道 对 不知道 姐姐 不知道你再了解 春晚 这也是 十二次春晚 今天直播跟大家就到这里 我要去准备一下我十二年以后的春晚了 好 先走了 走了 先走了 这个我要介绍一下 快过年了 这个叫党游伯伯 唐游伯伯 就是这个长沙的名称是湖南的特产 OK 我希望团团圆圆和家里人一起过个平安吉祥的年 好不好 好 这个筷子是干净的 来吧 你来一个线 哇 来吧 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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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 哎呀 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 大家 怎么样 不能厌 多留一会 多留一会 还好吃 还好吃 还没想 还想 来尝一口 这个东西要一口吃吗 大家都一口吃进去了 对 太好吃了 但我现在太胖了 我得减肥 瘦了很多 但我还是比他们都胖 不行 你看他们唱都没劲 唱不上去了 你倒说的还真是 我那个昨天前天说少吃点吧 结果我发现我那底气真是不足 我才唱到你 就是唱到最后那几句高的时候 觉得自己有点 有点难受 吃劲呢 有点 所以我今天中午就开始吃米饭了 但是姐姐今天摸姐姐手就整个 我两次都是凉的 你这样摸了这么闲的姐姐的手 我摸好几次手 我每次都记得 姐姐每次有活动 我去他们都说我 因为每次就是机缘巧合 要不然就是当保镖 要不然就当保镖 常常就跟着这 跟着你 对啊 对啊 就是 我还说当时 现在我们工作室在哪找了一个 这种 跟我们爱心志愿者 真是 你会有志愿者群 我们进那个群吧 对 志愿者 姐姐我来毕业之后 如果你需要 嗯 我都不敢 哇 就跟着姐姐 太好了 当姐姐姐的助理 哇 什么都 什么法规则 不不不不不 姐姐 我们 我们 我们必须 我当助理的助理 我当庆庆姐姐的助理 你呢 你是做什么 我是那个 以前是文工团的 有很多演出的机会 对有好多演出机会 然后我都看见 自己接口到原原 separating 啊 所以你是唱歌的 对 哦 真的 你还不唱两句 对 对 好 歌手都舞台上动好 对 对啊 就是鼓舞歌手 哇 一下大家准备一下 哦 就是在直播呢 在直播 Conversation 秋风吹到树叶 沙拉拉 树叶好像在说 悄悄 Chang 你看那路上 一堆女生柄 多么人情 多么神奇 多么潇洒 哇 唱的真好声声 花光 毛眼上花 金色火焰 映着黑头发 银色的军装 看在这 过路每天的影子 更加平凡 日冰后在大街上 经过风采 天地撒 将是好情的儿情 信息千万家 你就在大街上 花香融入香天涯 平安 幸福和快乐 送给祝国妈妈 耶 谢谢姐姐 哇 送你神河场 这个是我们宝贝球的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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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真棒 太棒了 没想到我们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唱这个歌唱得这么好 太开心了 而且我是和我这个舞台让刘先生很信到了现场 以前可能他没有影响 但也没不遗憾 也进入了通过这个《来风直播》和《猛火神医》的会员 也看到了我们的谈情本人 他们特别开心 网友刘恩就留疯了 给你送礼物了 真的吗 新决了 提前给大家送个新年祝福 好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这个一切都顺利 平安 吉祥如意 心想事成 谢谢 谢谢姐姐 总共就是为人民去唱这些新鲜肚子 超前一点 或者是我们大胆一点 这次叫真正的不成功 不成功 还真有福 这么多人 不成功 还真有福 我还真有福 这都是什么呀 我笑死了 好了 拜拜 谭京来到这个舞台我真的没想到 因为它已经是中国民通这种唱法 这种表演形式 它是第一人 又是代表人物 就是一提到民通就会想到谭京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 我已经可以不用去参加任何的活动 但是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很多的机会让我去唱我喜欢的这些流行音乐 因为我大概上初中的时候就很喜欢流行音乐 不管怎么说还是有点担心 假如说人家说 哎呦 你是唱民歌的吗 你怎么去唱通俗了 你怎么去找人家流行音乐 跨度是不大 对 跨度太大了 对 太阳光老师好 太阳光老师好 今天在干嘛呢 这不是来看你吗 我从一级年 我七十年了 我七十年军令 七十年一令 我知道落去那天就讨厌一般话 讨厌概念 我觉得谭京走这路是对的 所以是宽路的 这不是任何人都能达到的 一样的月光 我很期待跟新的音乐人一起合作 像我合作过张杰 韩庚 薛之谦 还有就是最近合作的这个吴亦凡 咱们原来说这一块好像也是让你唱 但是我现在这段完全改成别的动作 对 是吗 这段的意思是没了 那接下来其实我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好的 把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这种音乐 民族音乐也好 原生态的音乐也可以挖掘挖掘 然后跟流行的呀 包括世界音乐能够结合起来 为我们自己的音乐做出创新 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 也是一个责任吧 我们俩在这儿 我们俩在这儿照个项 经典有机纯牛奶 而且谈经谈经 也可以带来更多经典的作品给大家 我对你一点都不担心 一点都不担心 这将是我人生中猜这个节目最长的一次旅程 然后这次主要是升级了 换了这个夏浦的4K的这个电视 这个音响也好高级哦 是电视配的吗 当然是 我是刘晏 计时开始 排名也就是说最期待的歌曲 哦这个好帅啊上镜 我觉得人家 太棒了 哎呦 一首歌里有很多种方法 无论 好吧 哇 厉害哦 今天我要推荐和介绍这位经典歌手 他以往给大家的感觉是比较的稳重 庄严 磅礴大气 有的时候 又很婉转动听 他是谁呢 爱你 你叫他一声他敢答应吗 今天他要改变以往的晚会歌手的标签 以一个流行乐坛新人的姿态来到这个舞台上 在接下来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之内 您会迅速地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参见青春 他 今天他要挑战的曲目来自于汪峰老师的 《再见青春》 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叹青 虽然他的名字叫《再见青春》 虽然他的名字叫《再见青春》 但是他其实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那段青春 其实我16岁就考大学了 我那个时候考的山西大学音乐系 就去读了大概一年 不到一年 然后我妈妈发现我进步还蛮大的 就说你可以退学 我当时人就崩溃了 本来已经考上大学了 然后又要退学 又要再经历一次高考 然后我也是比较听话那种 他就说好 那就退学吧 好 就是这里了 就是当时跟老师拍的那张照片 那时候好胖 其实我在学校的成绩并不是非常好的 应该我们学校一共那一届就14个学生吧 那我应该就是在第10名左右的那个 所以心里还是有一些自卑感 他四年上下去 在北京里买过一件衣服 他那会儿他就是老师考试啊 不管是干什么 有什么活动啊 他说他我从来不往前面去 他我老觉得比别人都低一点 我永远躲在一个角落里 这块就是宿舍楼了 当时我记得我经常会在楼道里面嘛 哼唱一些流行歌啊什么的 然后突然有一天 被我一个师兄给听到了 然后他就说 哎 这他那唱流行歌唱得挺好啊 以后我们要有什么活动演出 需要流行歌的可以让他去 然后每次有活动的时候 学校他们都唱民歌就让我唱流行 当时我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小流行歌手 那个时候就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比赛 然后要能够去让大家感受到你 并不差的那种感觉 97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日本办的一个比赛 那当时还得了个第一名 给了七千美金 巨款那会儿 然后一下子把我这交的学费 我就还给我妈了 他这种勇气 我觉得和他从小的这种斗志 他永远都没有停下 这种拼搏呀这种辛苦啊这种挫败感 这种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鞭策 因为在这种过程当中 你是可以看到有阳光在那里的 所以你才会这样的拼命地去奔跑 拼命地去给自己打气鼓励 然后最终寻找到你的那个阳光 我感觉过年了 春晚开始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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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雪中漫无的青鸟 带着风中卑鄙的草莽 从燃烧的风中花落 再见 青春 再见美丽的温暴 再见 青春 永远的故乡 再见 青春 再见灿烂的游戏 再见 青春 永恒的迷惘 我看着满目窗疫的繁华 我看着满目窗疫的繁华 看着心扉的愁肠 听着心在爆裂的酒香 陷入生不见地的悲伤 再见 青春 再见美丽的温暴 再见 青春 再见灿烂的游戏 再见 青春 永恒的迷惘 再见 青春 再见灿烂的游戏 再见 青春 永恒的迷惘 再见 青春 永恒的迷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唱 李宗盛 谢谢大家 谢谢乐队的各位老师 感谢 谢谢 了不起 掌声送给团庆 怎么样 太棒 太棒了 我自己穿得挺激动的 感觉又回到了那个青春年少的时代 笑好看 真的是她 做梦一样 真猛 你好 谢谢 谢谢 你以前有见过 在囤试的时候 对对 Sandy 你除了知道你自己本人 我第一次知道的是Sandy 对 原来是通过一连老师把大家骗来的 Dima I watched you on the YouTube 有人有过认识或认识 Sandy是我的 我们人 我们相爱 我们被我 非常 你不要这样 我是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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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天 我是师父 你们俩干吗 要拜天 很喜欢她的音乐 那今天这个节目是在小年夜的晚上第一天播出啊 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共同举杯 一起喊一声祝大家 金姐快乐 金姐 你来晚会经验丰富 你来 你来 好 在这里呢 让我们祝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好 过年了 做做吴天佳的好年 很开心啊 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大家在一起 站在舞台上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 我觉得时间不够 我想要在舞台上再长一点的时间 非常为各位的骄傲 但是 你排在最末的 哦 公平 公平 她的名字是三个字 除了我不是三个字 她 偶像和前辈 谢谢了 待会儿谁投了我 我请吃饭 我们都投了 这三位 并非常非常喜欢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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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是我们心中 绝对是 这首歌我觉得也唱出了 你参加比赛名 空缺 音乐只差 哇 都只差 又跟我没关系 哈哈 那就 我们都同意 同意 恭喜啊 恭喜两位 来 哦 恭喜 恭喜 时刻 那就是 时间 惊心相惜 那么接下 好 不是中文歌 在 布丽莎 应该说来之前 大家都没有听过你的歌 她有一副 极副声音 Sandy姐 可是迪玛 你觉得你的声音不魅惑 对不对 我肯定不是 哈哈哈哈 迪玛 是第一个出场啊 第一眼 哈哈 神逻辑 Sandy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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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老师 我特别想说一下 我记得 无上的荣幸 我真的眼睁睁地看到一个 很有音乐成就的音乐人 可是他在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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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我们要 归奇的彪悍和 本场竞演的第一 最好玩了 太好玩了 喝了水松桂 唱得好胖 稍后确实看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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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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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会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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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是 这几天 一直在练 一直在练 天的演艺当中表现了 那么本场继演的第四名是 狮子河唱团 韩晶 第五 不是要让我们下一期更好吗 对 下一期 我觉得你现在整个的状态就相当于练了一身好舞异 但是呢 再访回来的时候需要一个人群适应期 就是你得抓一下现在观众就是他们想看到你唱什么东西 从我大二以后基本上参加的比赛应该都是前三名吧 是第一次跑到第五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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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吗 对 我在电视上就有看到他 但是我们俩演出其实是碰到过好几次 你觉得辛苦辛苦那时候录节目 太辛苦了 你会后悔啊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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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这样子自己怀疑自己完全就是像过山车一样的一个情绪 因为我以前就是可能并没有唱这些样子的作品 是在另外一个领域 无形当中会负担比较多一些 情不自禁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种太正的范儿啊什么那种的 这 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 哈啰 哈啰 我现在要 就 这是不是 所以这种自然的状态和更洒脱的状态可能要再练一练吧 哈啰 再试一试一 哇 新年 祝福新年 欢迎各位在这里上台童子 我喜欢这个 选一个 好 好 那接下来第二位是谁呢 这个吧 拿回去打开 好 好 好 我喜欢这个蕾子 喜欢Q的 就这个吧 好 哇 很重 这个很重 接下来请打开 凤灵 那请大家依次来揭晓一下吧 好 我们的谭静老师获得了下谱提供的七十英寸大下谱电视 以及独立音响一趟 丰收多多 好 那我们这个过年有一项习俗是不可免的 就是中国人呢都是要放炮 但我们现场也有炮 但这个炮呢 却关系着每一位歌手在今天晚上的净演出场顺序 因为 你要这个吧 好 好 我是几二 我是几二 原产地保护的经典有进来 经典之战 即将开场 开始 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歌手 大家听到九儿这个词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即将登场的这位女歌手 我觉得她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黄土地的女人 一走路会不会飞起来啊 哈哈哈哈 哦 EP、מש 好像是白蝴蝶 像是白蝴蝶飞过来 全嘉 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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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爱我 送你去远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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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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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心要停了 我心應該停了 謝謝中央民族樂團 陳立保先生 謝謝 謝謝 梁肖鴻老師 謝謝樂隊的老師們 謝謝大家 następ 新年快樂 氣氏 氣氏 flute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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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个气息应用得好好哦 你第一次听这首歌吧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 对 漂亮 刚好说的内容 谢谢谭晶 他的演唱啊 真的像是一盘纯熟的高粱酒 大家都喝醉了是不是 怎么样 我自己把自己唱得有点激动 感动了 要哭了 因为我觉得现场这个 比排练的时候更有 感觉 对 这种放开式的也是我以前在舞台上 很少有 没试过 因为以前是不是要控制得特别好才可以 比较控制 然后我觉得今天在舞台上 打开自己了 我觉得接下来你可以尝试 很多种 好 恭喜你现在来的 谢谢 谢谢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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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项还有饭 太可爱了 你是回回家了对不对 我回家了 你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庆祝 我们上海人就是我们要吃一个特别的一个砂锅里面有有有蛋饺 你包 哦 弄上你了 每年春节如果都可以给我送一辆车 一百辆车也不如大家的祝福 真的 真的 那金姐你参加春晚紧张还是参加歌手紧张 为什么老要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不一样的紧张的 其实在春晚的时候大家那种紧张的心情是不太一样 这唱完了可以赶紧回家过年了 这个唱完了要等结果对吧 那今天好不好我们就像金姐讲的我们不等了 回家过年了 谢谢 拜拜 谢谢 新年好 今天七位歌手七首歌风格迥异 首先让我们先来为大家公布一下内头前三名的出场位置 我们公布前三名 今晚内头的第三名是 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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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金姐 杜丽莎老师今天她的先生也来了 听说她的先生对弹金赞誉有加 在她这个西方人的眼睛里弹金今天的整体的造型 还有她的音乐让他们太惊艳了 不知道怎么形容太美好了 他们可以对我们这样的就是有点民族色彩流行音乐这么喜欢 特别特别开心 谢谢 那么接下来 受宠落尽 恭喜也得到歌手们的认同 谢谢 谢谢 受宠落尽 是排队第二名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要公布 歌手内头的 天次有机经典新升级 歌手户头的冠军是 我们会综合第一位淘汰的歌手 那么 天次有机经典新升级 亲爱的姑娘 跟上次一样 第四哦 很美 是 恭喜 谁希望现在听到念这个名字 在上周也是前三 哇 哦 上周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演唱一首 大家 一三 哦 哦 哦 漂亮 本场季演的第一名 他演唱的这首歌 一爆歌名 大家就有期待就有共鸣 Opera就和卡门的熟悉度应该是最高的 应该是集中在这两位中间 张大大说是集中在迪马西和杜丽莎之间 忘掉了自家的合伙人 没有因为我不敢就是影响他 不敢影响他 不生气不生气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我永远都爱你 金姐真的很好互动 这就够了 我要跟他说再见吗 对 再见 就说呵呵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 本场季演的第一名是 第一名是 要报第一名 一定要痛饮水中贵族 百岁山 我认识我认识他会喝 我认识他会喝 哈哈哈哈 这一招被杜老师识破了 哈哈哈哈 好 本场季演的第一名是 天赐有机 新典新生级 第一迪马西 第一迪马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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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们接下来要演的第五名 她选的歌曲 唱的是一个女人 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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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敢爱敢恨的 九儿 本场季演的第五名是 风情到骨子里的杜丽莎 风情到骨子里的杜丽莎 布丽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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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场还可以继续安全唱 接下来 好 接下来没有公布名次的 分别是 全都在这儿了 全都在这儿了 所以我们三个做一起 是吧 好 我们三个做一起了 上一场 他们也是分别是五六七 对 还差 可以告诉大家 在这三位歌手当中 有一位逆袭到了第二名 哇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第二名 第二名这位逆袭的歌手 他就是 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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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大家今天都很棒 真的 对这样一个成绩开心吧 非常感谢 也非常感恩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彈金 祝贺 我现在公布第六名 那么 另一位 就是第七名 第六名 如果是光良 非常遗憾 好 谢谢 本场寄演的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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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名是 约雅维 袁雅维 袁雅维 光良则是本场寄演的第七名 我们跟光良哥真的是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陪伴是最长情的 现在我们要综合 天赐有机 经典新升级 歌手 第一轮 综合 两场得飘力 那我也谢谢你 在这个舞台带来了 我没有见过的一面 歌手朋友 那我要 而光良作为一个创作歌手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 反场表演 你还可以唱自己想唱的歌 而且还会有 吐月赛 还可以表现 感染人心的自己的音乐创作 祝你快乐 祝你快乐 看一看谁来了 大魔王 这是我们歌手观光团的 第一期当中的五位粉丝 幸运粉丝 然后他们通过我们的 芒果直播会员 然后还有通过来风直播 有机会到歌手录制的现场 跟歌手见面 来来来 用你们自己的方式 谢谢 我们六位的新年快乐 快乐 祝你快乐 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哎呀 这男孩子脸都红了 好了 谢谢我们的金姐 祝福金姐 所以说明天我们这六位歌手 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轮 也迎来了史上最惨 混 混 连着录两场也真的有点吃不消 用人身心重要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疲劳的状态 因为我们其实这两天 我从17号在这里就开始工作 然后录那个快本 然后第二天排练 第三天发布会啊排练啊 然后今天又录像 我觉得到明天真的已经快累呆了 所以 但他们是 这个准备的很充分就来了 你看前两场我们还能传口戏 接下来就是每一场都会逃到 这是前所未有的 对啊 对啊 歌手第三期 黄金开身采访 Action 今天感觉怎么样 状态 好累啊 感觉嗓子 就是从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疲劳 今天早晨起来以后 就觉得好像没睡够似的 欢迎 新的一天开始了 新年新气象 各位新年快乐 我们的首发歌手的六位 歌手加盟 其中一位呢 是我们的逆战歌手 大家都非常熟悉 天杰哥在歌手的表现 是不是非常的出色 他问我吧 对 应该问我吧 他是杰哥的经纪人 对不对 因为我不想破坏 你们之间的那个清台 没有 我一早就跟Sandy讲过了 而且我也在 我知道他这次用的什么路数的歌 杰哥实力强劲 也许大家对于这个名字 并没有那么的熟悉 但是喜爱名言 今演顺序怎么办呢 今天今演顺序呢 首先应该是由 我们上一周 歌手们户头的第一名 杜立山老师来选择 一到六 任意的一个出场顺序 这次公平了 公平了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五位 敬眼歌手的抽签环节了 选择哪一个灯箱 一点进来 倒到我们的玻璃瓶里面 按照 好像我的比较少 我们先比 他必须要战胜现场 一把奔性 这首歌是很早很早以前的 对 它是小崇老师写的 因为我首先第一喜欢 那个秦玉姐的那个声音啊 特别的空灵 非常好听 然后其实我来到这个舞台 我就是希望能够 把一些乐坛非常非常好的 一些作品 把这些遗珠找到 然后重新用我们的演绎 让它重新可以有生命 好看 真好看 太美了好不好 动不动 特别像我 标凝 end 都不能够 但是 mes愿 他们为什么都知道 我听不到 我听不到 你说话声音太渺小 风静了 雨静了 谁在我的梦里哭了 我不明了 我不明了 天上的人都在笑 不想问你是否记得我是谁 手指头冰雪融化成眼泪 天去给了我们半天的雨水 怎么喝都悬不回 风静了 雨静了 谁在我的梦里哭了 我不明了 我不明了 天上的人都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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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来了 雨来了 他们为什么 都知道 我听不到 我听不到 你说过声音 太渺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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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京姐上来之后 开始有香烟味了 这场 啊 漂亮 谢谢 爱你 等一下 这身衣服又很难做下来吧 那这个怎么做 哇 谢谢 谢谢京姐的精彩演唱 真的不愧为天赐有机 天赐豪桑 经典新升级 京姐每周都给我们带来新惊喜 对不对 谢谢京姐 哇 啊 她已经不是在演出了 她已经让我们忘了这个节目了 我们一会把票投给她 我们刚好 她说服装呢 我们刚才还想说要近距离 关于少了一件 好棒 你太快 很投入 我觉得这个歌很high 大家好 皮衣吗 皮衣 皮裙吗 很酷啊 这个眼睛很漂亮 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 这么好高啊 这么好高啊 这么高啊 中观众放电 应该呀 长得也很帅 都拼了 拼了 真的都 一首好的作品 她不但 我好喜欢她的台风 总是给人感觉 特别的阳光 她的眼神 她的整个笑起来 嗯 很温暖 亲爱的舞台说 小帅哥来了 我从这个角度 好像她的个人演唱会 对啊 自然 因为她来过了 哈哈哈哈 你不要出去 哎我们舞台邀哥写一首长沙 好吗 长沙 这个歌在成多 真的是传遍了 最小的只有 哇 赵雷 耶 假装不认识我 没有 我跟你眼神最多 看看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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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沙 我们觉得你像开演唱会一样的 我严重怀疑你 你刚才那首歌已经超过时长了 至少八分钟了这个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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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用心唱歌的 不然我就卡壳了 哈哈 那还有 还是特别特别新鲜 对 欢迎欢迎 谢谢谢谢 新年有意乃 对 哈哈 新年快乐 一齐 公布沾杯不掉色的果冻口红 双补位 那分别是 之前给了我很多的自信 好 如果赵磊 宣布最后结果之前 杜丽莎 谢谢 谢谢 她究竟是 很棒 张杰 谭音 张杰谭音 金 厉害 恭喜你 可以下次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出场的位置 恭喜听见 感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谢谢 恭喜 谢谢 给我摸摸 前四位 这个名次 对赵雷莱七位歌手当中的一位 小 一名 爱 哈哈哈 哎 很好 谢谢 也希望 哇 本场寄演的第一名 他在今天演唱了一首 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歌曲 谭靖老师 谭靖老师 不是三斤的歌我也不熟悉 今天拿歌单的时候 我只有一首歌是听过的 真的 你们的歌我也都不太熟悉 到底是哪一位 把这首大家不太熟的歌 唱出了自己的烙印 本场寄演的第一名是 歌手新升级 让我狠猴水中贵族 我们可能遇到了假的 百岁山 我们下次也带 他喝水我们也喝 本场寄演的第一名是 两个字 谭鸡 谭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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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了 云来了 云来了 他们为什么 都知道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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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没想到 这首不太熟悉的歌 还能得到观众的认可 真的特别开心 所以我接下来会继续找寻 在华语乐坛中 被遗失的这些好作品 然后继续把它翻出来 希望能够得到 更多观众的欣赏 是 林依莲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每一个歌手 其实都希望 在自己的音乐的领域里面 唱自己觉得有感 所以得到第六 我也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 好 接下来为大家公布 第七名是 认为我 你也认为不认为我 在这边的领域里面 我认为我 在这边的领域里面 还有真的 快回来吧 我以为您这句话 我就 我们在会的所有的观众 被轻走了 Tia登台的时候 现场没有任何的观众 台下就我一个人在主持 对 她还在陪着 然后Tia还一个人 把整首歌唱得淋漓尽致 我在想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歌手 在所有的观众被轻走之后 我能够站在这里 是我的福气 然后感恩 真的 Tia 我们多爱你 我也爱你们 谢谢 谢谢 爱师兄 赵磊棒棒 我真的被你感动了 好 OK 我以前听到过她唱歌 大概好几年前了 我有一首歌 然后有这个一个小样 然后我听一下 我说这个女儿唱得这么好 我说她是谁啊 然后他们说叫袁雅薇 我在那个时候 印象深刻地记住了这个 所以大家有可能通过上一期的比赛 会认为谁谁谁一定是安全的 但其实并不一定 我们在这一场可能会更激烈 哈喽 欢迎你啊 新年好啊 嗨 新年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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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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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您的 这是国内部的国内公司 国内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送给您的 谢谢 谢谢 这个她是不是会弹啊 她可以弹给您示范 对 这边 人家是弹这儿的 所以他会弹的 太酷了 好酷 好 快来坐 花磨 花磨 这个是我们老家的一个 就是到了这个重大节日的时候 家里有事的时候都会做这个 明年有一个花开富贵的 这个都带着吉祥 对 做得好精致 对 都做得特别像艺术品了 你看这个花 它是一半一半的这种 都是面做的 全是用面做的 来 你先拿着照一张吧 来 这次他爸爸妈妈没来 父母在他家乡里 没过来 这次 前一次不是来了 这次已经回去了 然后 就是想爸爸妈妈妈呢 我也要做什么 可是他当然会想 我就已经想哭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了红的公鸡 猫里腿的腿 吃不上些东西 摆跑了个腿 光明灯着妈家来了 还有 七里捏零巴拉拉拉 改字 流清洋海 来 来 这个他肯定能唱 七零零零八啦啦 改字 七零零八啦啦 改字 改字 花啦啦啦 流青 要活干 捏住 对 你就把这几个边捏住 这个要捏紧 要不然煮完以后就漏了 然后一挤 好 好了 就是这个意思吧 好 好大的饺子啊 这样你们绝对能认出来 好 开始咯 我们的锅已经开啦 就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对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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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错 可以 这也太好了 怎么样 他们觉得好吃吗 来 他下一轮 是要选一首汉语歌曲 所以我们要求一能 好 对 我觉得本身他唱中文歌 就已经给很多的观众带来惊喜了 大家都很期待听到 那就是要好好学中文 就是好好得练是吧 觉得难吗 他说我喜欢为难自己 他说我喜欢为难自己 好 很棒 来 都是为难自己 来 今天就有元宵准备给大家 哇 真的吗 大家说那元宵里面有一颗幸运的元宵 如果吃到了那颗幸运的石头 知道是放在谁的碗那边 元宵了 大家幸运过大年 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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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吃一碗 吃一碗 那你们中奖的几率就小了 中奖的几率就小了 中奖的几率就小了 第一个没有 最算饭 那会死人的 那会死人的 我还约在谭经那 就是这一颗 没有 我吃了三碗的都没有 撒谎你们 你只是单纯的能吃 并不代表幸运 绝对是骗人的 希望你把这个幸运带给世界团 今天的成绩好不好 加油 这下面 骑马耍杂技 骑马耍杂技 白鸟嘲讽 如果你不稍微提示下 可能这个环节会录三个小时 这个玉玉好啊 真的好 那是白鸟 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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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金姐好厉害 猜别人都猜得对 猜得对 猜得对了 真不知道 你们是什么吗 大大你们是什么 你们一起来猜猜猜猜技 骑马耍杂技 骑马耍杂技 泡马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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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无声装 目前的表情 哇 寂静四座 差不多了 验钦四座 那是什么呢 一高三 一高三 一高三大 赵雷的是什么 赵雷是一个穿金色衣服的 奥斯卡 啊 至少猜不克思 不是 什么什么鬼 当中呢 承门各位的台 金姐呢在歌手户头当中 是获得了第一名 所以呢 金姐有一个特权 金姐可以来选择出场顺序 我们其实已经选好了 这是我们选好的 我们选择的 来 金姐 我们现在可以打开吗 可以了 我们选择的是 要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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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 第一 我们选择的是 第一个演唱 好棒 金姐我也好 谢谢 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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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金姐好感动 我非常想唱完了以后 可以静静地欣赏大家的演唱 谢谢金姐 谢谢 接下来其他的蛋糕都在这里了 我们特地用夏普的自带音响的电视 看看今天的这个歌单 金姐 金姐 回复称娘家 手机拿起微信 摇一摇 来 现场准备 加油 倒计时开始 大家获得原产地保护 马上来介绍今天第一位登场的静演歌手 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吧 安静 今天她要演唱的这首歌曲 是电影《大上海》的主题曲 这是首十足的男人歌 一个女人如何把一泊云天 甘胆相照的豪情演绎出来 且听接下来这一位经典歌手 谭京带来的 定风波 要把她听一下 哇 哇 声音唱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一辈子中感已淡过雨天 春起那风起雨涌的炽烈 过境千万沧海洒天 你是唯一可将我永远怀念 青山天花不如一所烟雨 漫发生烟还不如一晚熄灭 情世一飘也相见 有谁依然平生可以不妥不见 漫漫长夜想起了谁的人面 想到推荐的人间 不再少年 好多容易有一年 渴望的你今晚又再出现 假如成功就在目前 为何还有不单时间的诺言 一辈子中感已淡过雨天 找起来火雨天 衬起那风起云远的局面 狼头巾尘海三边 揍导ias 幻灭 尝尽了似水流年 你是我心坎里唯一的思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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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任老师 谢谢梁晓波老师 谢谢 她今天自己选第一个球场唱 跟她的歌里一样 很瞎干意大 好 谢谢谭晶 谢谢晶姐给我们带来 这么唯美 这么大气的表演 再一次的谢谢谭晶 嗨了 唱嗨了 然而 她再也没有能够 感望拼来梦 叮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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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杜莉沙 我们也 咪咔 咪咔 她最后哭了 所以 我太抱歉 外國人唱中國歌確實不容易 咱們那個咬字實在是很難咬中文 好感動 唱得我好眼睛也要流眼淚 謝謝 謝謝 邊談邊唱真的超有魅力 另外柔風雙射 照亮你搖一搖五年以上了 完個數 歌手指定座架廣氣三菱歐蘭德 歐蘭德德天下二十年的網易新聞 看更多的幕後 新升級 歡迎來到由無染無添加 獲得原產 今天是 在揭曉觀眾投票結果之前 空缺 第二 歌手戶頭的第一個第二名是 多利 多利 謝謝 那麼 另一個第二名是 獅子 來 我們要為大家公佈 歌手戶頭的第一名 Vivo X97 我們要照亮的歌手戶頭的冠軍是 謝謝 我們要面對現場五百位 我們從 本場寄演的第四名 她演唱的是一首 你是我最深愛的人 本場寄演的 杜麗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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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本場寄演的第三名 趙雷 本場寄演的第二名 她是上場牌子 我想說我在前面 謝謝 謝謝 演新升級 本場寄演的第一名 是在 彈驚 恭喜 彈驚 但這個結果 絕不代表你們的實力 和你們 本場寄演的第五名 大家覺得也是意料之中 Sandy姐 一模一樣 接下來還有沒有揭曉的 兩個名次 第一名 因為上一場 彈驚 她是 內頭的冠軍 所以可優先選擇出場順序 但她是毅然決然地 發揮她俠女的特點 第一個演唱 把所有的壓力自己來扛 謝謝 那我宣布第六名 另一位就是本場的 第七名 本場寄演的第六名是 彈驚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第七名 就是趙磊 我們兩個人 雖然名字這麼漂亮 但是為你們的精彩演繹 鼓掌 你就要鼓掌 好 請坐 我們綜合兩場得票率的百分比 但是我比 近來冠名播出的歌手 第二輪 一個 一個 渾身都是 謝謝 觀眾真的很幸福 有歌手這個節目 是有這麼多人欣賞 Tanjin 周里 謝謝 Dimashi Sandy 你還是可以保持一個最好的專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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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幫你 你得加油 我想到我們自己將來 到達這樣的年齡的時候 可以站到舞台上那樣子唱歌 就真的覺得特別幸福 也特別的感動 謝謝 向你學習 我想我的英文比較好 我非常受歡迎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没有想到 哥老师会走 他唱歌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感动我 因为他整个人的情感 很忘我的那种表演 整个都非常非常的打动我 就是像教科书一样的感觉 我发现你有很多 完全不一样的 和你风格不一样的 EACD的收藏 就是有的时候想听一听 他们这种都有一些什么碰撞会 所以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风格 比如说重金属的这种摇滚乐 非常喜爱的Michael Jackson 麦当娜 我们会经常会到各个地方去演出 经常会听到非常好听的民族音乐 其实我们骨子里这种 带有一点民族的这种根的东西 是每一个中国人 在心里面是有的一种旋律 应该讲是我们民族的瑰宝 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希望 能够把这些东西 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听到 七位乐手老师 带来了七种不一样的乐器 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乐器 谭金应该是所有的来参加比赛的歌手 都会比较敬畏的一个对手 他是目前留在舞台上的所有的竞演歌手 身上武器最多的人 能够有民族的底子 又有美声的触类旁通的这样的一个借鉴的方法 然后你又可以演绎流行的这个歌曲 所以我觉得谭金屡屡在发大招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一个歌手的边界能够有多广 每一个都唱的真的太好了 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节目 我真的很满足了 他们都很不同的音乐风格 耶 抽签了 这是逆战歌手 孟权 你刚刚是用的敌情这个词吗 真的 宣哥 你觉得他的现场和狮子的现场谁 哈哈哈哈 田 来自香港的 好 那我好 嗯 挑战加油 因为Findy姐上次是那头的 我想要 我想要从前 我们又要来那个了 哈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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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 你们先 谢谢 林哥 哈哈哈哈 Sandy姐先起个头吧 好不好 你帮我选吧 我帮你选吧 对啊 这样压力更难 哈哈 我选他吧 好 就他 几个 哇 来 第六个 耶 先回家 还有机会 加油 倒计时开始 我 我是张大大 我 是张大大 好爱 好有伴儿 好爱 谢谢 那这首歌的作者呢 是 很有意境 很有意境 请出张杰带来 大家好 我是音乐合伙人张大大 我又来了 今天我带的这位歌手啊 大家在网上给了他很多的称号 有人叫他大魔王 有人叫他大魔精 今天他演唱的这首歌曲 绝对是从来没听过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首歌连名字 都是咱们家歌手曲的 叫赛里木湖的月光 掌声有请谭静 哇 每次都不一样的 每次都不一样的 我们都不一样的 我骑着马儿 唱起歌儿 走过了一夜 看见了美丽的羊儿不离 天涯海角 有谁能逼得上你 海洋美丽的羊儿不离 海洋美丽的羊儿不离 在亲身的角下遥远的村里 装有一位美丽姑娘 她热情又大方像一朵花 而开到了我的心上 美丽姑娘唱着歌 跟胸飘进我绽放 像那清澈的泉水 我绕留她 当着羊排上伤 她带着杯酒 来到了我的身旁 她过去的眼睛 美得就好像 撒流湖的月光 美丽姑娘快来吧 我心已被带走了 我想为你唱首歌 那是我的话 美丽姑娘快来吧 我心已被带走了 请你养记那马鞭 我们去远方 在天上的脚下 遥远的村庄 有一位美丽姑娘 她温柔又商量 像一朵花儿 开到了我的心上 我也变成那死线 像在她的丑裙上 随她旋转 随她去梦中听她 当月亮 她上伤 她带着杯酒 来到了我的身旁 她躲起的眼睛 背得就好像 散步的月光 美丽姑娘快来吧 我心已被带走了 我想为你唱首歌 那是我的话 美丽姑娘快来吧 我心已被带走了 请你养记那马鞭 我们去远方 我心已被带走了 好帅 很好 谢谢 谢谢你的舞蹈家 替打鼓励 科尔曼老师 以及所有的乐手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远道而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金姐 为我们带来一首热情四射的 充满异域风情的演唱 把掌声送给金姐 谢谢谭金 你做过这样的表演吗 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 我现在也不会做最后一次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在舞台上 基本上是不跳了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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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啊 这个我觉得她很激动 还真的是有点像 很像 欢迎测田 我们欢迎测田跟林志炫两位好不好 欢迎测田跟林志炫 欢迎测田 上唱的精彩 我觉得连我们的吴美老师 都想尽了办法 杰哥在唱 好帅 杰哥你 那个冷光的那个小 哇 而且是那个姚碧 一直就是慢慢的这样 而且已经到金鞋 要去准备了 他都不肯换衣服 你一定要听你的 我就不肯换衣服 我要听了一段之小 我就干才去发 而且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走吗 他快哭了 他再不走 他的状就滑了 你不要再看了 你要流眼泪的 他马上就流眼泪了 杰哥 杰哥 之前说想跟你写歌 他非常喜欢你 哦 谢谢 你觉得真的太棒了 你也让我哭了 真的吗 真的 谢谢 谢谢 今天沈风春是不是要哭了 我们演唱之后 也没有从那个状态出来 你又能体验我 这样吧 既然歌手们都聚在一起 我们这个内头之前 那我们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大家是用什么 平时用什么方法 来保养自己的嗓子 睡觉 杰哥是说睡觉 重要是说三遍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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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哥有三宝 水 燕窝 还有 雾化器 有啦 雾化器 我就只少了一个 我没有雾化器 但是水 燕窝 睡觉 这三次有 雾化器 雾化器是 对我现在这个年纪 年轻人又不上 没有 我上次被你有干瓶呛到的时候 我就回去应该要 雾化器 我特别想知道 Sandy怎么保养 嗓子 我觉得也是睡觉是最重要的 对 睡觉 我都以为你们有仙丹的 没有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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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为止的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要 就是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 就是做运动 对 整个嗓子就会更好 我们金姐保护嗓子厉害了 狂吃捆鸡 吃到 吃到比赛前一天晚上拉十几次肚子 哎呀你这样讲歌唱家好 然后然后这两天坐在这里我就说姐你怎么 他说我有点不舒服 我说你唱歌没有唱歌的时候 就是一点都没有 你要把歌唱家塑造的时候吃过 然后 拜托 然后我 然后我就说姐这两天睡觉好 哦睡觉好 就吃了一点糖就饱了 我要跟着我姐 我姐你是怎么保养嗓子的 没有啊 捆鸡 不是不是的 这个捆鸡是在不唱歌之前可以吃 就是提前两三天我觉得问题还会不大 就是当天 尤其前一天就好 就这两天不要吃了 好具体 就是说唱歌前两天不能吃捆鸡来保护咋样子 就是今晚播过完名次回酒店可以立刻吃 这可以吃 因为还有一个进去 所以我们已经要了叫什么辣的那个丫头了 然后那个我觉得白天可以喝那个 就是我一直在喝那个罗汉果水 非常好 就是你再吃辣的油的没关系 用这个每天喝 然后我觉得都会很滋润 就它可以让嗓子保持那个水分吧 捆鸡加罗汉果难怪不拉 我的保养秘诀就是捆鸡加罗汉果 听上去 哎呀笑死我了 听上去我都要先走一会 知名歌唱家护档方法 别人都是水 没有啦 我主要是有一点不好 我这人比较馋 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 我们想尝两块子 吃两块子我就发现收不到嘴了 就然后又要一直吃吃吃吃吃吃 人家化妆时候在练身和喝水 他在吃那个饼干 又一块又一块 所以 经常要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嗯 还有一种药叫 好 点香护头啦 点香跟捆鸡 李芝石 我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的歌演 欢迎逆战归来的林志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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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炫重新 又是有 来到这个舞台 那么在揭晓 观众投票进演结果之前 前三名 歌手护头的第三名 狮子和老 谢谢 谢谢 恭喜 谢谢 本场季业歌手护头的第二名是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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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张杰 谢谢张杰 好 接下来 我们要为大家公布 歌手护头的第一名 歌手护头的第一名是 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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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 张杰 是 答案是 是 答案是 是 歌手护头的第一名是 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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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姐 谢谢 谢谢 真的谢谢 恭喜谭晶又拿到了流动的奖座 谢谢 好棒 谢谢 议约了吗 我知道了 为什么你们投我 是因为我 选第一个唱 真的拿到这个虎头第一 真的太开心了 非常感谢 因为你们都太棒了 谢谢你们 谢谢 揭晓本场静演的成绩了 那么今天的静演 对策田来说 那么则包括志炫在内的七位歌手当中 有一位将会离开 离开的就是策田 歌手第三轮第一场静演结果 我们从 张大大 本场静演的第三名 是在张杰 林亦莲和林志炫三人当中 恭喜北哥 昨天真的非常棒 恭喜张杰 恭喜北哥 但是我们还是要揭晓第二名 本场静演的第二名 他有着 他好像是有点影射我们的那个表演方式 恭喜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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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那个讯息 很纯真的 我自己演是唱的 我觉得是我们听过五场当中 恭喜 谢谢 谢谢 想再听一遍 我们为大家揭晓 第一名 第一名的演唱者 他带来了一首 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的歌 菁姐 林志炫 我的哥哥和姐姐 第一名是 第一名是 要喝口水 喝水 第一名是 安静 美女姑娘快来吧 我心已被带走了 请你扬起大马铁 我们去远方 要喝口水 好 谢谢 谢谢 在我要想唱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心里也蛮忐忑的 因为这真的是一首全新的歌曲 真的我觉得像是在做一场试验 我也没想到观众朋友会能够喜欢这首歌 真的太开心了 谢谢大家 谢谢 下周唱第一 可以 好 前三名都为大家揭晓了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但是 好消息一个 是 本场寄演的第六名是 马西 加油 每一个都非常的 白 第四 第五 第七 第八 本场寄演的第七名是 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 对 我们再努力了 继续努力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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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赵雷是一个民谣歌手 也是个创作歌手 他为大家喜欢 是因为他能够真正的把自己所提供 那么接下来没有揭晓的名次是 第一次 第一次全新的 哈哈哈哈 因为 我们俩得拥抱一下 谢谢 哦 谢谢 你带来的精彩 ok 很高兴认识 很高兴 高兴 谢谢您 谢谢 高兴 谢谢 我也是 谢谢 谢谢 ok 有趣的北京去 让你喝酒 雷哥加油 我剩铁粉 谢谢 他觉得他的歌 他的作品 跟大家似乎好像不是一个类型 一个跑道上的 但是我们真的是看重他的作品 在民谣界的影响力 也希望把好歌带给观众 让大家理解到音乐的真谛 所以请来的赵雷 谢谢你 谢谢 谢谢黄老师 谢谢 加油 谢谢您都这么好 谢谢 谢谢 我们期待 传场再听到你的歌曲 谢谢 在我心里 我觉得大家都是明星 然后第一次和明星在一起 站在一个舞台上 一起唱歌 谢谢 其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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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现在 每个人都很忙碌 其实大家特别希望 真 他对音乐的那种真 和他在舞台上的真 把大家带到了他的音乐当中 我们《来风直播》的网友们都说 您在不笑的时候 这女王范特别足 但您在笑的时候呢 就是又特别的亲切 他们都在底下称呼您为谭哈哈 就给您起了很多昵称啊 谭三岁 还有人说总工大人 还有火产小姐姐 甚至有人亲切称呼为老公的 就是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刚听了那么多昵称当中 您最喜欢哪一个 真是 但您更喜欢 您的粉丝们 称您为一个什么样的昵称 是最好的 你觉得称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那还是老公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可以 你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迪玛西 就是在歌手播出之后 王宣整理 最为一切 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说你们还有机会 大家都有机会 拜拜